自从皇上病好了 处了皇后娘娘 便是让贤贵妃 和那个书品陪着她最多 妹妹真是 有日子没见到皇上了 皇上待皇后娘娘 亲厚得很 若不是我还怀着身孕 皇上怕是也不来看我了 陈贵妃 主 中宫有喜了 真的 错不了 其他一亲自整个慢 皇上 下去吧 得 中宫还了嫡子 我便是生出过金元宝来 皇上也不会来看一眼了 皇后 皇后日盼夜盼的 终于玉醒了 是啊 皇上高兴极了 总得要去喝一喝的 皇后玉醒与我喝干 我既不是真的高兴 我既不是真的高兴 自然也不必假意去道合 可总还是要相处下去 彼此也该留些情谊 我 我 是真不喜欢他 这话你除了跟本宫说 你可不能跟旁人提起啊 知道了 我 也不过就是感伤罢了 这次皇后娘娘玉醒 赵姨太 这次皇后娘娘玉醒 上下都得格外当心 尤其是饮食上 除了御膳 备膳的厨子 还有你和我 旁人不许经手 连连心都不能吧 人越少 越干净 还有 太医院几位得高望重的太医 一日三次轮流伺候着 一切都只为皇后娘娘 平安诞下皇子 行 进去吧 请记住 请 公司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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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王 王 王 臣谢皇后娘娘恩典 齐太医 皇后娘娘 从目前来看 您的胎像虽好 可是从脉象来看呢 续化无力 脉戏如丝 臣以为 难道 龙胎不好 齐太医 您可别吓我 是这样 夫人 皇后娘娘 已不是玉玺的最佳年纪 又因端惠太子之轰 忧思过度 这些年神死操劳 导致体质虚弱 虽然 微臣一直用药 为皇后娘娘催孕 但是您在玉玺之前 日夜事迹劳累过度 这便是 玉玺的时间不太对 你只要告诉本宫 能不能保住龙胎 当然 但是皇后娘娘 玉玺刚足三个月 未免母体孱弱 以致胎而不保 臣打算稍爱保胎 稍爱保胎 是 那必是有华胎之相啊 是啊 娘您不要着急 臣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只要是能保住龙胎 只要是能保住龙胎就好 那 那皇上哪儿 那皇上哪儿 您放心 臣会暂时替您隐瞒的 不 齐太医 您一定要让皇上知道 皇后娘娘 替皇上怀底子 有多么辛苦 臣会暂时 不 臣会暂时 你还能保住 我不是要她当心 是让她拼着性命 护着你们母子 皇后娘娘 您的年纪不小了 这一胎若不能保证母子平安 往后咱们复查室 还指望什么呢 咱们复查室的一切 就全指望着您这一胎了 我明白 我一定会生下嫡子 不让皇上失望 也不让额娘 和夫查室全族失望 下去吧 立心 你先下去 听说皇后怀孝不太好 那又能如何 如今皇上心思都在那 我膝下只有一词 而皇后怀有龙胎 若是皇后生下嫡子 那朕就什么都与我们无望了 皇后生乃生理还未可知 诸如可现象反而在遇行 皇上可还是去长春宫 皇后这一胎怀孝不太好 朕有点放心不下 是 请 什么声响 仿佛是北琴 宫中会有北琴的 唯有嘉妃娘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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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陈贵妃 也是儿女双全了 是 皇上也欢喜得很 说自和亲公主之后 宫中再未添过公主 所以给四公主 取名为景妍 还赏了许多恩赏 本宫这儿也按贵妃的礼 足足添一杯 赏陈贵妃母女 是 还有一事 嘉妃玉席已经两个月了 都是好事 你去告诉嘉妃 让她好好安安 黄儿娘 是 儿臣给黄儿娘请安 快起来吧 黄儿娘 您看儿臣画的画 不错 看来你跟兰画师学画 很有长进啊 真的吗 狼先生也夸儿臣画得好呢 只是这画里 只有你跟额娘 若是 再添一个小二个 那就好了 只是 儿臣想在画上的时候 只有皇额娘陪着儿臣 都是要做姐姐的人了 不许小气 不许小气 陈贵妃又生下一个女儿 这往后宫中 就不止你一个公主了 你更要拿出 做姐姐的气度 那 公主和公主也是不一样的呀 儿臣是黄阿玛 和黄儿娘的女儿 是嫡初的公主 除非 黄儿娘再生一位妹妹出来 才能跟儿臣一样呢 不许胡说 黄儿娘给你生的 一定是个弟弟 是 灵芯 快给本宫继续勋着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